十一假期到了,如果你想找一个不是那么商业化的景点,不想去那种游客接踵摸肩,把孩子挤丢都不知道的热门景区,甘肃白银的永泰古城绝对值得一来。 这座隔壁滩中的孤岛其实并没有那么遥远,它距离兰州和宁夏中卫都不到两百公里,它像躲在红尘之外的一块浦域,尘世间的商业和喧嚣与它无缘。 进入古城,甚至都不需要买门票。 大家好,聊正事,谭毕敬,我是永叔。 我们现在来到了甘肃白银的一座明代的古城,叫永泰古城。 这古城应该是非常有名了,就是咱们经常在电视上看一个龟形的城,前面还有水龟探头河水的城,就是这座城。 它是一个明代的军事堡垒,建于明代的万历36年。 然后咱们看,现在这个位置其实就是龟头,然后这边是水,咱们先去看看那水是啥样的,这还写着水深危险。 走,看看乌龟河的水。 上这高坡,那个就是刚才咱们在航拍上看到的那个乌龟河的水,那个小水潭,这叫用极海。 是吧,这还是高原地骑的名字啊,这叫海子应该是哈,用极海。 哇,这么大呀,从天空上看没这么大,一小块,是吧。 哇,好大呀。 然后对面还有一个寺庙,估计是跟这个海子有关系。 哇,神奇啊,是吧。 奉劝大家不要在这个水池里喝水,以前这里的水质清澈,是城内居民的水源地,现在只有牛羊牲畜在这里喝水了。 好了,然后咱们现在进古城里边逛逛,它这个,好像大话细游的那个,对啊,它这个前面这个门啊,特别像大话细游,他们两个人在城头上那段戏上,那个那个场景,但是不是啊,那个是在银川,这个特别像,但是我怀疑,不怀疑了,可能是后来建的,也可能是以前的啊。 由于军事防御的需要,永泰古城只有这么一座南门,叫永宁门。 永宁门的门楼外观沧桑古旧,但它不是明星建筑,更不是西州的建筑,它是上州的建筑。 这就是瓮城。 这个古城啊,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,然后,当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塞,但是咱们看这个,它这个城门是非常宽的啊,多少米啊。 这儿有一个四圣阁遗址,然后,那儿还有一个牌子是关帝庙遗址,遗址还是非常多的啊。 然后,窘水发现了一个头颈,这应该是一个古颈。 哇,下边还有点波涛汹涌的意思啊,是吧。 对啊,还有水。 嗯。 哇,你看,你看,我牵不够了,老婆。 哇,我牵不够了。 哇,我牵不够了。 哇,里边真是那种大石头的哈,大石头的颈,颈壁。 很古朴。 大牌楼遗址,这以前带着这个牌楼。 大牌楼遗址啊。 哇,这遗址意思就是啥都没有了吧,是吧。 熊婶,觉得这味儿特别大啊,因为这两天再下雨,这个城里边估计经常的有放羊或者放牛的情况啊。 现在这个我们感觉确实味儿挺大的,牛粪粪,羊粪粪。 然后,然后就是一种泥土的气息啊,因为都是泥嘛。 这儿还有一个登山阁一指。 那应该指的就是这边有一个登山阁,是吧。 有一个两层或几层的阁。 是指在这里的吗? 一片肥墟。 哇,真的是一片肥墟啊。 城内原有大量的古代庙宇和军事设施。 不过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被拆除殆尽。 现在能看到的只是一些残垣断壁。 更让这座戈壁滩上的古堡显得原始和苍凉。 不过城中的五库古井却保存完好。 这是古人通过暗道从山上引入的水源。 所以即使古城被包围,也能保证城中用水无忧。 在这商店那种七八十年代的感觉。 后边还有戏台,咱看看去。 这些戏台还有一样的。 原来还分什么戏台礼堂呢? 一块用呗,是吧。 看这个戏台是不是很有年代的。 这个戏台可能是没准明清的, 然后近代又把它给重新的整修了一下。 你看里面这柱子还是老柱子的。 看到吗? 回去可能是明星的器材。 改的。 地板还是木地板。 都是人名啊。 都是老东西。 这也是个老东西。 嗯,我也是个老东西。 永泰什么? 永泰重建,这是一个什么阁? 什么圣阁记。 嗯。 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孙辉雷拍的决战《沙马镇》啊。 我看了两遍,挺喜欢那个电影的。 那个片子就是在这个古城里边拍的。 所以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镜头去找找, 能不能找到电影里的场景。 《玉皇阁》也没了吧? 《玉皇阁》? 没了。 它里边应该是, 里边应该有两座清代的住宅。 然后还曾经有那个李文将军的府邸,是吧? 曾经有。 对。 现在肯定是没有了。 这个李文将军呢, 他主要是在这个万历二十六年的时候, 在这儿跟蒙古人打过一仗, 然后当时还收复了霸小松山。 打仗的时候呢, 就把这边这有一个军事城堡给摧毁了。 所以他就上书啊, 想就朝廷在这儿建一个军事要塞, 建一个城池。 就是这永泰古城。 古城中有不少决战沙马镇和其他电影拍摄的痕迹。 这座城隍庙也是现代人修建的。 难得的是, 这么多电影在这里取景, 竟然没有破坏古城的宁静。 永泰小学是古城内最古老的建筑。 它从1920年第一次开学到2014年再无声援, 经历了近一百年的时间。 别看这是在这么样一个古城里的小学。 这可是全国保存完好的三座小学之一。 就是民国的小学只有三座保存完好。 永泰小学就是一座。 很厉害了。 但是进不去, 里边锁着门的。 好可惜啊。 熊婶要去这儿的小卖部买好吃的。 走, 咱们带着小朋友去买好吃的。 我昨天来的宿命馆, 我怎么会多条都没用呢? 哇,加太阳酒, 就是用百货。 这里面可以进来。 走,咱进去看看。 因为我看它那边的房子还挺老的, 你看。 这雕花的还是。 嗯,是呢。 雕花的, 斗拱还挺想, 就这建筑。 这建筑多少年了, 你知道吗? 一百多年了。 一百多年了。 这是您家里吗? 您的房子是吧? 真棒哈。 看这个门扇。 窗户还是这种花窗的哈。 就是, 还是原来的。 还是原来的花窗。 这个地方的老房子。 你老房子真棒。 咱这是清代的了吧? 是吧? 算是。 哦, 咱们看这介绍里面的清代的民居就是这个。 进去吧。 哦, 真的是啊。 五六十年代的那种感觉。 我小的时候, 我爷爷, 我姥姥他们家里是这样的。 这保留的真好。 你们是哪里来的? 我们河北的。 河北的。 这也是您祖上传的。 你传下来的是吧? 一百多年。 不容易啊, 这房子。 这个地方原来的老房子。 四合院, 宜本厚的。 庙宇全的。 文化大革命运, 破坏就破坏了。 破坏了。 现在一个庙都没了吧? 完整的。 没有。 有制度就是后来新盖的。 我知道。 我刚才看有个庙, 一看就是新盖的。 博物馆。 博物馆在小学里边? 在里面。 哦。 现在学生没了。 十年前就没学生了。 哦, 没学生了。 学生全部连着县城连出去了。 县城了。 咱们现在这边还有多少人住啊? 这个古城里边。 这个古城里面, 按照现在住的人, 三十多户。 哦, 还有三十多户。 还有白十来口人。 白来口人。 这个地方出去的, 在户口的这个地方, 还有八十来口人。 哦, 八十多户。 但是我, 我看了看咱们这地方, 买点东西可不太方便。 是吧? 嗯, 地方比较偏僻。 比较偏僻。 外边没有, 连村子都没有。 漂亮。 就是, 原来是, 这也是住人的, 是吧? 原来, 以前没有, 全身上, 没有木头盖。 盖房子就用, 想着办法住人。 哦。 像这种, 像这种土坯的房子, 大概有多少年了? 这个? 啊。 这个七八十年了。 这个也有七八十年了。 其实在这儿, 养老我觉得挺好的。 特别安静啊。 养老去这个地方, 空气好。 而且安静, 没有什么。 安静, 没有安静。 真的挺好的。 近几十年来, 这里由于生态恶化, 村里人口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千三百多人, 瑞显到现在的一百口人。 而且, 只有一些老人带着孩子住在这里, 守护着这片祖上传下来的家业。 也正是因为这些老弱病残的故土难离, 才让这座古代军事要塞成为一座有生活气息的古城。 明代那些宿边的将士都以化为尸骨, 上世纪的那场运动也尘埃落定, 这里终究归于沉寂, 似乎并没有被百年沧桑所打扰。 好了, 咱们的视频就到这里, 想去的朋友抓紧出发吧。